所以齁,當我們在畫這裡的時候 好,所以這樣夠清楚啦 所以我們在畫的時候,我們會把這幾個地方 這幾條線先抓出來,所以這邊 所以我們的水平線應該在這個位置 中間,在偏下面這個位置 會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上面這裡,往下傾斜 就是這條 那這條,也是往下傾斜 所以越靠近水平線這條的位置,會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越來越平 在這個水平線下面的線條 就是這個建築物下面的線條 會是往上,就會變往上對不對 因為它會再跟這一個點 到最後消失在這裡,一樣的位置 所以這邊,下面會變成是這個狀況 好,那接下來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就會決定這個斜線大致上的位置上面 好,那這裡的位置 這條很尷尬齁,因為它是斜的 它應該是斜的 可是因為照著角度剛好 它會跟這個建築物變成是直的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如果你不確定這條線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用你的筆 稍微往前去比一下 就是這樣比一下 好,如果你是在看建築物 你就這樣比比看 好,可是打直 可是不是叫你去量 量物體的比例喔 它只是幫助你去對對看它 是不是一直線而已 好,千萬記得不要去量 因為你也量不準 所以不要去量 好,那這邊我們就大致上 先畫一條線下來 好,然後這邊斜度大概拉一下 好,那正常來講 這個台中火車站 它中間的這個地方 畫起來 應該是這樣 照理說它應該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對建築物的結構不太清楚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到正面稍微看一下 它的比例是不是一樣的 可是基本上因為這是人工建的 很少會有那種是不對稱的 基本上都是對稱的 所以換句話說 前面的這一段會大於後面這一段對不對 會一般來講是這樣 一定 好,那我們就大致上看這個比例上面 畫下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決定幾個地方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其實跟這裡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一定是平行的 所以它也一定是往下 一定是往下 所以這個點一定是往下 所以它的斜 它的那個透視線 五蘇線 一定都是往下 一定是這樣 好,就是這兩個點 那接下來這邊高於它對不對 好,那這個方形 我們先不要做 你先看一下整個上面的比例 整個上面的比例 是不是OK的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可以取中間線 為什麼我要找這個三角形的點 你就會找到這個三角形的點 那接下來你再畫就簡單了 那這個,接下來這邊 這邊 這邊 就是這裡 是往下的喔 為什麼 因為它是亮面 我們剛才講過了嘛 我們分1跟2 1是亮面 2是岸面 1的部分 我們是往你的右下邊傾斜 2的部分 是往你的左下邊傾斜 這樣子來說的話 你會比較好理解 這是比較簡單的講法 當然還有更困難的 我們先這樣講 所以這條線 並不是平的喔 不會是平的 你只要看到兩邊 你只要看到兩個面 建築你只要方形看到兩個面 它一定不會是平的 你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如果它是平的 那就代表你看錯了 因為它會受到 如果說是那個金屋來講 它基本上是受到你桌面線的影響 所以你以為它是平的 事實上它不會是平的 它一定不會是平的 比較簡單的解決方式 你可以準備 以前我們是準備量棒 但是不是要量 那你可以準備一支竹籤 很細的竹籤 你就放平的看 記得你只要放平就好 你就知道說 那個點 那條線 是不是平的 那基本上 不可能會是平的 你只要看到兩個面 它就不會是有平的線條 所以這個線 就是往下傾斜 就這條 就是往下傾斜 那這邊 也是往下傾斜 那這邊 事實上 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應該是往上傾斜上去 右下角這一塊 因為沒有看到 它整個被陰影擋住 事實上 如果沒有這些陰影的那個 沒有這個走廊的陰影來講的話 這條線是往上的 這條線是往上的 好 那接下來這就是我們的主的主結構 基本上完成度就已經很高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走 好 那接下來我這個中塔 這個中塔呢 到底在哪裡 這個中塔的位置一定是在這一個方形的正中間 對不對 是不是 應該一定在正中間嘛 好 那一樣 我怎麼取正中間的位置 一樣是對角線 拉上來 你就會產生到中塔的這個位置上面來 欸 就有點歪掉了 代表我們這個線條是不對的 應該是在這裡 的位置 往上拉 拉上來 這個就是我中塔的位置 這個中 時中的位置 那一樣分成兩邊 好 這邊往下 這邊往下 這邊的斜度要比這邊更斜 越到上面越斜 斜度會越來越斜 越來越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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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往上的 一個斜度的位置 那這樣就是我中塔的 中樓的位置 那大致上我結構就完成 接下來只是說 這個小的東西 我把它加上去 你大的結構對小的東西 一定會是對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接下來 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像這個 你就可以做上去 好 那 下面這種東西 接下來這個就有很多小小東西 對不對 你一樣要拉線喔 你把這個線拉好 你的位置就不會歪掉 所謂歪掉就是說 例如像你這個位置 就會剛剛好都在這個位置上面 齁 這樣你的透視一定會是正確的 齁 就這邊 這個小的東西 你就會剛好都頂到這個位置 齁 這樣你的結構跟透視一定是對的 齁 那接下來我要取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對角線取上來 這個就是我的位置 齁 這裡 這裡是按面對不對 所以它是往這邊走 對不對 一樣是往這邊走 你把線拉出來 你會比較容易理解這個狀況 齁 這條線也是往這邊走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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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下面 這個 走廊 這一道也是一樣 坐上來 齁 然後 這個下面的花圃 齁 齁 齁 那你就知道了嘛 這就是往上了對不對 往上走 齁 因為它是低於我們的水平線 所以它就會往上走 往上走 齁 那這邊過來之後 這邊 因為這一道 其實它是微微的往上走 齁 所以你會看到花圃 上面的這些東西 齁 然後這邊那個 這個應該是月台齁 月台這邊 也是往上走 往上走 然後這邊 建築物 欸 雨遮變這邊是往下走 這裡 變是往下嘛 齁 跟這個透視線一樣 它就屬於二的部分 那後面這些建築物 應該是比較是圓頂的齁 所以你就大致上先做一下就好 好 好 這樣子我們整個結構就完成了 好 這裡面的所有東西 例如像這些線條 一樣 你只要把這些透視線 呃 輔助線齁 水平輔助線 一旦做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簡單很多 對不對 齁 然後這裡中間 這邊 一樣 這個一定是在中間的位置 齁 這不會變 齁 這樣你 這邊一定是斜這邊齁 這邊一定是往這邊斜 齁 齁 接下來就是一些細節上面的結構去做而已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欸 就是這這這這這你要先決定這幾條透視點對不對 你要去決定這個方形對不對 我以為是上面的點 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決定這一塊 你要決定這一塊對不對 這一塊對了 你打X之後 上去就是這個中樓 一定不會是錯的 齁 就是說 你要取到一個 你要取到這個T型的中間點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打 這個就是他的中心點 這是有透視的原則嘛 對 可是 因為他不會是一半一半啊 因為他已經是透視了 所以他不會是一半 如果正常來講 他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剛好一半嘛 好剛好一半 對 可是如果透視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透視的 你要去取這個 那就是對角線交叉 齁 這個就是這個中心點 就是等同這個位置 那那個前面那個 那個比較矮的那個三角形 那個點 對 你剛也是有打到另外一個XX 因為他是突出來的 他是不一樣 他是往前 如果以方形的結構來講 這是一個方形 方形 齁 那這個方形是往前面突出來的 又是另外一塊 他是突突在前面 因為他不屬於這塊 他等於是兩個方形去組合起來 他是兩個方形去組合起來 其實很像積木啦 你想想積木他是突出來 所以你不能一樣 這條線 他應該是以這條 他前面的 因為這個的結構是在前面 並不是在後面 這樣他等於是這樣子 又另外再出來一個 所以跟後面中榮沒關係 對 其實沒什麼關係 但是他們的透視線是一樣的 透視是一樣 老師要不要講人心道 那個人物的高低 人物的高低齁 基本上齁 他會從那個透視點放出來 例如說 那天那個 也是新村問的 對 好 馬路的那一邊 人齁 例如說 這邊的人的高低怎麼去取捨 那通常我們在畫的時候 一定是前面大後面小 可是你怎麼知道大概的比例 多大 那事實上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大概你可以去算 這個人如果是這樣 其實大約啦 大約算 這是我們剛才的水平線對不對 那我們從這邊出發 那大概的人如果是這樣 如果這個人在這裡 高度是這樣 如果人的高度是這樣 那從這邊放到這邊 他的水平 他的那個 不好意思 應該再低一點 如果說在這邊 這邊 大概在這個位置上面 水平線是不是在這邊 透視往這邊拉 上面那條就是地平線 對對對 不是 這個是他的頭 不是 是頭高的線 頭高的線 讓他透視到後面 你也可以降低啊 你也可以降低 你也可以降低到這邊 也OK 不過那要看你的位置所在 也就是說 你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如果你的位置是比較低的位置 就是人會高於你 那基本上這條線就是往這邊傾斜嘛 所以你這個人就要畫到這麼高 然後 以這個人為基準 大致上 就是你大致上去看一下 那邊的人 可是因為 有一個問題是 人的高還是 不一樣 它其實是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大約做到就好 可是有一點 你不要超過這條 頭的高度太高 對對對 會變巨人 那低一點點 還無所謂嘛 這個太輕了 太輕了 這樣可以這樣 糟糕 哇 可以可以可以 我用這樣就比較不會倒 可以可以可以 嚇我一跳 我摔下去就完了 因為它陷不夠長 它陷不夠長 沒關係 OKOK 這個 箱子我反過來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所以說 對對對 不要太激動就好 好 所以說我們在畫的時候 大致上就是 這個人的高度是這樣 你就頭往這邊拉出來 然後腳往這邊拉出來 好 意味著 其實比較簡單一點做法 就是你的頭不要超 大約不要超過這條線就好 然後你就大致上 在這個人的範圍裡面就好 左邊撐傘 中間撐傘 那個 這個人也是一樣 例如說 以這個人為 為基準啊 我們以這個人為基準 那這個人撐傘的位置 你就從這個點 一樣 找一個水平線的點拉出來 一樣拉出來 一樣拉出來 你會發現你的人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個點怎麼會決定 下面拉過來拉 下面那條 欸 你可以統一啦 其實你可以統一都在這裡 大致上拉 這個點齁 欸 基本上就是 也不是45度 也不是45度 他其實 這個點應該是還蠻 如果他很近的話 他就這個點是比較直一點點 這個可能不好畫 應該是很 可以同一個點啦 可以從同一個點拉 你可以取同一個點就好 拉出來 同一個點拉 你就會比較好計算 都是以這個人為基準點來拉 你就會比較好計算 老師是說以畫面上任何一個人物 當基準點那種去拉 對對我會建議是這樣 因為你比較好去取啊 啊 因為那個比例上的問題點齁 你最好是跟建築物的 最靠近建築物那個人來做 你會比較 建築物 對 因為你才知道那個 你才知道那個人的高安 對啊 因為人不會跟建築物一樣高 他一定會 大概隨便找 例如說找這個人好了 這個人很裡面 然後他大致上的位置 你就知道這個高度 你這條線 水平線拉出來 你就會大概知道 然後這個人 其實這個線齁應該是拉這邊 然後這邊拉 你就可以拉到很多人的線 謝謝 謝謝 大致上是這樣 那 比較細微的理論齁 可能要再找一下 一些那個來佐證這些東西 那 大致上 我們畫起來 是以這樣的思考模式去做 那你就比較好去抓 人的比例 哇 聽得懂得舉手 哈哈哈哈 沒關係 那個 我們會再一直 會再一直提到這個 如果說 真的不行的 就是 聽不懂的同學 我們再慢慢問 好 現在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 構圖就到一個段落 然後其他 細節構圖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再夠細一點點 因為 事實上 有的畫家 他構圖是比較 沒有那麼細 他就大致上夠一下 那其他就是慢慢畫慢慢夠 可是因為我們時間上的壓力 所以基本上 我的構圖會比較細一點點 我會比較夠細一點 那 我不要畫就不要畫而已 就把它放掉而已 那基本上 我自己是採用 構圖是比較細緻 然後 我會先把明暗的部分 先做個 欸 先稍微做一下 好 要上色 對 我要上 等一下 在這裡上色是嗎 對 對 對